咖啡 把这个点子点到100万 然后谷屁上 把那三个字打在 打在谷屁上啊 纪念一试都打嘛 好不好 悉悉悉悉悉悉你们了 阿梅你你你上麦干什么 阿梅你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啊 那个 我 我不在哪里 我就是可能过两天我就要回去了 你干什么你 你赶紧下了你 不是 阿梅 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小 小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好端端的 他 你就不来上班了 没有说什么 就是王飞哥 啊 你不要 不要问小小跟曲布 他们也不知道 你不用问他们 你也不用答应他们什么要求 我的话 就我 没事 我 我 我们两个就 我不适合在那里 那你上麦干什么 那你你赶紧下了你 不是 王飞哥 你小小跟曲布那些 你不用答应他们 我的话 我感觉 我感觉 我们两个 什么 啊 我那卡不卡我那卡吗 这边叫人们 发生什么事情啊 这些我的这不是小事情的吗 反正我们 先这样王飞哥我跟你说 以后你不用找我了 而且小小跟曲布跟你说什么 你也不要相信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哪里 总之 我们两个不适合在一个城市 不适合在 这样子 你看我 我知道你们都很担心我 但是 对 啊 算了 不用说你吧 咱们给郭贝甲那个 受斐资灯牌的点点关注啊 其他人 不用爽你吧 不用爽你吧 你既然你会的话就不用了 你给他挂了 阿妹 你这样子 咱们有什么话 咱们见面再说 要么你过来 要么我们过去 我们不能见 为什么不能见吗 怎么了吗 咱们有什么话 咱们打面说 行不行 你 你 王飞哥 你不要找我了 我也不会回来了 工资你都不要了 是不是 工资也不要了 总之你就是 不要找我 不要因为我 那我挂了啊 王飞哥不要找我 然后我 别挂你别挂你就说你在哪里快点 我跟你说 我 我怎么说 阿妹 要么你过来 还是我过去 对不对 咱们有什么话 见面说 咱们把他挂了 嗯 不想跟你说了他 但是我知道他在哪儿啊 飞哥 你答应我的话 我就带你去呗 你就不 你就不用 跟他说 我知道他在哪儿 你知道他在哪儿是不是 来带我去 带你去 你还没答应我呢 我答应你什么 答应你什么 来 那你又没答应我 那我肯定 不带不带你去啊 你答应我了 我就带你去呗 带不带 你答应我了 我就带不带 你答应我 哎 咱们直播就收一下 人们 呃 点上 一直把我费点着 然后咕皮上的三个字打在咕皮上不要啊 一会不要 不让你们看不到了 带不带我去 答应我了吗 你答应我了 我肯定有马上带你去啊 小小你非要这样是不是 我非要哪哪样 你现在啊 你现在是算是危险我了是不是 啊 一定要让我答应你啊跟你在一起 你害不害臊啊 直播就要八千多人在看着你来 不害臊啊 让我跟你在一起你才带我去找阿梅 这是什么什么要求吗你这是 而且本来就不关我这个你刚才 我一来的时候你还说是我说了什么本来就不关我的事情 你还说是因为我给阿梅说了什么那我提个要求怎么了 你没事的你非要这样啊你这样子的话我把知情的事情拿出来说了啊我之前有什么事情你你现在又想来污蔑我我之前有什么事情 来 我们直播间现在啊八千一百多个家人们啊咱们直播间 来 咱们直播间八千一百多个家人们 你们还记不记得啊啊我从那个 沙沙回来的时候 啊哦不是我把阿梅带过来上罢的时候 我在广州那边啊那个 呃之前一直跟我合作的那个 厂家不愿意给我提过厂皮了然后我还这因为这个事情去广州处理了几天啊 处理了几天 然后小小就趁我去广广州处理这个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啊把阿梅开除了 然后我从啊阿梅在那个火车上被我啊 接回来的 咱们直播间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个事情来 记得的会不会让打记得两个字 那是他做错事了那是不是我不是说我现在说的不是他做不做错事 是起的这个事情啊我现在说的事情是 那个 广州那个事情是不是你 你这边搞的鬼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厂家 一直啊 之前咱们合作了那么久合作的好好的一直都提好的 为什么他们莫名其妙就跟我们取消合作了呢 什么不给我们提过厂皮了呢为什么呢 那关我什么事啊你你现在说我你有证据吗你就一天到了你 我现在就是因为有证据我才这么说白莲我想着 准备讲什么啊白莲我想着啊 小小 啊不管他做什么 必须是那个张叔叔的女儿对不对 而且啊 我记得以前张叔叔他帮助过我吗 我开这个公司啊他现在就是大骨头以前他投资的我比较多吗 所以我很多事情我就不想提了呀 过去的就算了 但是你们知道吗 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有很多我们的客户 找找我们下了地单 然后我们就拿不出产品给别人 因为共产那边不给我们提过了 所以我跑到管出去 另外找了其他厂家 又耽搁了好久 时间 而且那个质量都没有 之前的那家好了 所以我这边公司因为这个订大的事情 随时了很多 这个 很多 然后我就 想着啊 后面 后面我知道了啊 反正有 90%的啊 今天你这样子的话我也 全部告诉直播界家人啊 有90%的可能是 你和你爸爸 你和张叔叔 你让 你让张叔叔这么做的 啊 有可能 然后你就 因为那边出了事情 然后我就过去了 你就有时间 齐放安眉了 所以你才 这么做的是不是 我没有 你有证据吗 想跟我说这些 你要证据是不是 帽子扣到我头上 你还搞笑了 如果他今天非要这样子的话 那我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 拿出来说 拿出来说 然后 我把这个事情 全部告诉那个 我们其他的合伙人 一起说这个事情 到时候这个 这段时间产生的所有 随事全部都刷在 小小河 啊 张叔叔的头像 我只是想着 但是认识那么多年了 这些事情咱们就 过去了就不提了啊 但是他们 今天 小小 他非要这样子的话 那咱们就 直播界来 8100个 家人们 支持 王菲提这个事情的 公平上 打两个字支持 我看有多少个人 支持 提这个事情来 直播业啊 8100个家人们啊 直播业啊 支持王菲提这个事情的 公平上打两个字支持 支持的话呢 我现在马上给那个厂家打电话 把它拉到 呃 呃 咱们直播界来现场对峙 有什么好对峙的 你有你有毛病啊你 关我什么事啊 关你没事是不是啊 啊 有什么好对峙吗 这来不管你是的话好那我现在马上 哎你你干嘛不管你不是不管是吗 我现在就贵你就话要不要带我去找阿美 那你要不要答应我条件啊 我不答应 那我也不带 不带是不是啊 我就不带好 来我们把这个事情 我们把这个 呃 公司内部人员搞的鬼啊搞鬼的这个事情 现场 打着准备所有人的面验证然后你们帮我露皮 去 明天啊我召开国度会 把这个事情拿来说 然后这个随时看 到时候谁负责吗 那你要干什么吗 我干什么我现在 给那个厂家打电话 打呗打也 也不说 随便你打 我还怕你啊 来直播家人们 公屏上全部打正能量三个字然后 支持完美的打支持两个字来 咱们就塌开把事情所有事情都塌开来说 来 喂 方总 啊 方总 呃 现在忙不忙 啊 我是王菲亚那个 你我有个事情你来你来一趟我直播讲我都一直不见 我去给你这个事我连那个就是不用打啊 你没有量 不是 我知道我知道 呃 呃 呃 没有 咱们 毕竟是那么久嘛 有 有 我有一点事情想问你啊 我不是跟你的 谈合作的事情啊 啊 不谈合作不谈合作 那我就想跟你去去就聊聊天 啊 我在直播间等你啊 嗯 好 我把 呃 那个呃 厂家合作方拉到直播间来 我现场位是不是你们干的 如果是你们 呃 让他们跟我们终止呃跟我们公司终止合合同的话 那这个那段时间产生的所有随时 你和你爸爸 而且你们这样子做的话 是不对的 不允许你们这样子做的 知不知道 但你学生了也也不关我的事 不关你的事是不是 不关我的事啊 手机有点烫了啊 没事 来 呃 不管你的事情好 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都看着呢 来 就怕关你的事情啊 呃 直播家人们 我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呢啊 呃 因为我这个惹的话 我只 因为我把你们当成我的家人 我对你们的话只是报喜不报忧 一把不好的事情我都不跟你们说 呃 真的 阿美过来啊 刚才她是也说了 她过来的这段时间啊 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我不一直都没说 我没跟你们说 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当心 怎么没来啊 不想跟你们说 但是啊 他没非要这样子的话 那咱们就搞嘛 来 咱们就搞嘛 来 什么都是我干的 我都说不关我的事 我管他怎么对这方也不关我的事吗 真的是 什么都是我做的 什么都怪我 什么都赖在我身上 啊 阿美他怎么怎么了 你们又说是我 哦 这个订单怎么了 又说是我 这个地带不是你啊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和张叔叔 你们 呃 让那个厂家不跟我 不跟公司合作了吗 然后我才去 广州那边处理这个事情 处理呃 耽搁了几天的嘛 然后 不是 你就从后有时间来把阿美 开除了嘛 对不对嘛 我很多事情我不想摊牌了 不想说的太明白了 你说的不是我 我什么也没有 你们等着来 嗯 我先我现在 准备叫人们啊 你们所有人今天帮我做这啊 做什么证吗呀 看着 做什么证 要看着干什么吗 有必要吗你这么斤斤计较的 又关我的事还诬陷我 在当了8000多人的面这样子说我 这样子污蔑我 什么就是想想 录什么评不准录屏 你们再怎么录屏我也不是也不说也不关我的事吗 啊 他们都在说录什么屏子都都在录这屏呢 没事 没事一会那个 翻走来直播间咱们啊 都知道就知道了 那反正不是我我又不怕 如果不是你和张叔叔在中间搞鬼的话 那个厂家人一直跟我们合作的好好的而且都合作了那么久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不跟我合作了呢 但我怎么知道那你要怎么不省省你自己的问题呢 什么都是什么我做的 我有必要做那种事情吗 而且啊 又关我的事 不得录屏啊谁的 来 房子打电话来了 在这啊 嗯 你们 你们谁都 谁都不准 不准诬蔑我 乱说什么本来就不是我 你们一天到晚在乱说什么 那不是说了要证明吗 不是要证明吗 那可证明呗 这不是还证据都没有吗 证据都没有你们就在那说小小怎么坏女人 小小心黑 不公平 不要一直打坏女人 不准一直打坏女人 我做什么要做的那么绝 本来我就什么都没做 你们什么都污蔑我 刚才阿美 刚才阿美年迈的时候不也说了吗 他说本来也不是我说了什么呀 之前你们也知道呀 你们也知道 他也现在又不听我的 骂什么骂 本来就不关我的事情这件事 你起来 关不关你的事情咱们看着就知道了没事 就是不关我的事 不关你的事是不是 好没事 方左怎么还没来啊 再给他打个电话 人家方左肯定是不想来呗 人家都不跟你合作了 人家都不跟你合作了 你 干嘛还要一直叫他为什么不跟我合作吗你说 他为什么就不跟我们公司合作了呢 你说一下 觉得你不行呗 觉得我不想 人家都不跟你合作了 大家都赌呢 我跟你讲 只是有些东西我不想拆除而已 那你就别 叫人家方左肯定 哎方左 啊 那个 兄弟 哎 呃 那个 我想跟你说一下啊 陪咱们这 这么多年来教习对不对 咱们之前合作的好好的 我就想为你为什么就 不合作了呢是不是 哎呀 是不是 这个小小和他爸爸 在你那里 说了什么或者是 呃有什么地方 呃 让你为难了 所以你才不跟我们公司合作的 不给我们公司挺过强皮的的 你们你知道吗 那段时间 呃 因为之前的话我一直在那个山上 跟另外一个地单相簿 然后 那段时间我回来了 我把地单都全部都开起来了 呃 很多客服都已经下单了的 知不知道 你听我说啊 那个 呃兄弟啊啊 你的订单呢 达不到我公司的这个 销销售量 完了算了吧 行不行啊 你也别再纠结这个事了 好不好 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可疑就是 是我公司达不到你那个 我们公司的销量达不到你们的要求 还是 这个 小小和我那个另外那个骨头张啊 张祖你也是什么张祖他们两个 有什么地方我也拿到你了 你听我说 就是说 哎 人家小小 方祖你看这种说话来 人家小小也说了嘛 就是说 你确实没有那么大的量 完了之后呢 你现在以你目前公司的这个订单 你确实是达不到我工厂这边 这个数量的考核标准 所以说 那个我这边 不跟你合作是有原因的 好不好 是这个问题吗 哎呀你就 不要问了反那个 确确实实您现在就是 销量 我觉得是就是达不到我们的考核标准 好那那那你放手你说 一个多大的考核标准才做过吗 兄弟我问你个事就是 你直播间现在多少人 我直播间八千人 你直播间八千个人你觉得 如果说吧 你就是我把货给你了 我授权给你了 你觉得你这八千人能给你出多少 咱实话实说 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直播间这个方面出我线下吧 线下别人跟我下了订单的吗 你线下我 我就已经是通过 小小也行 我问了别人也行 确实你的公司那个订单 确实是目前是达不到 我的这个量的考核标准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这东西我这东西特别好 咱俩也打过照面是不是 但是聊了几个产品 但是呢 你这边如果没有商量的话 我把这么好的东西给你 浪费了 没有 就是啊 方总你我当时跟 我跟你说啊 当时 啊 你没跟我终止 横头了啊 终止就是合作了之后 有很多 很多人给我们下了很多订单的 但是 我们 因为你这边不给我们顾客了 我们去找了 找了其他 那个工厂 把我们做 做出来 但是效果没有 能达到你们那种 然后 被退后退的一批 然后我就 我们 公司是 随时了 何多 何多的 何多这个的 我就 何多米 随时了何多米 然后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现在 牵扯的有点大 一定要把他 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就想来跟你说 现在 开直播跟你说的是 是不是小小和张总他们 有什么地方为难到你 如果有的话你直接大打的说对不对 你不是啊 啊 真的 我们商量是真的可以的你相信吗 我呢 商量肯定是借口 兄弟你听我说一句话 我跟其他人 有合作 那也是 人家确实是有那个销量 我就愿意跟人家合作 知道吗 你要看销量是不是 我就是要看销量 你如果没有销量的话 咱们免谈 我今天 卸茶就销给你看 你把茶匹拿出来